我們怎麼讓同學知道我們教室在哪裡 首先您看一下 在左上角 你看你的那個MyViewport軟體的左上角 有沒有你的當初註冊的帳號 點下去 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說 這裡 有沒有一個 MyViewport.com 後面是不是有一個名稱 這就是你的教室的號碼 但是因為有的人的帳號是不是很長 所以其實同學要記 老實說也不太好記 你有兩種方法 如果你不改這個 至少你也可以給他QR Code 這是一個方式 那如果你覺得我想要有個比較短的 可不可以 只要是唯一的就可以 那這個部分呢 沒有辦法在我們 這個軟體端設定 要在雲端設定 所以我們一起進來這邊 你看一下 在這裡 我們有沒有 在這邊 有沒有 雲端版 雲端版在哪裡 你可以從 哪一個頁面 在這裡有 我下面不是有一個超年節嗎 簡報 38頁那裡 你點進去 會回到這邊 你重新 如果剛剛 比較久沒有用的 已經登出 你就重新登錄一下 登錄好了之後呢 我們找一下右上角 在右上角這裡 有一個使用者 對不對 這裡 這裡有一個使用者的 在這邊 按一下 編輯帳戶 編輯帳戶 按下去 有沒有看到個人 白板名稱 就是這裡 尼瑪改了 只要是唯一的 不要跟別人衝突 不然 打開你的教室就順便 進別人的教室也怪怪的 哈哈哈 所以這個地方 有了 那你會發現 下次你登錄的時候 你們家的 這個號碼 就是固定下來的 那這個號碼 會 在Windows版也是一樣 在雲端版也是一樣 這樣子的話呢 同學就是 反正都是記同一個 也都是固定網址 他就不會走錯教室 這樣 老師大概了解了 所以我為什麼 那時候還是希望說 大家先來這個雲端版 先申請個帳號 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他有局部是屬於互動的 好局部是屬於互動的 OK